各位空中的听众大家好 我是妙正希 今天谈国军英雄的故事 跟为各位介绍李兰平 空军的李兰平中校 李兰平先生是在民国53年7月7号的时候 在福建的张州 遭到共军的飞弹击落 李兰平在空军号称王牌飞行员 从他最早来到台湾 在第四侦察中队跟周宝叔 叶长蒂他们是同僚 他们那个时候就飞无毒侦察机开始 几乎就是中共恨之入骨 打不下来的飞行员 他多次为台湾出身入室 侦察所拍摄的照片 都成为我们最宝贵的资源 后来他进入35中队飞黑猫的U2机 也有几次任务十分成功 但是因为我们的飞行员的飞行路线 事实上都是美军规划的 美方规划的 所以说来回的路线都有一定的航线 航道 后来中共也逐渐察觉 所以说在江西在福建这些地区 就部署了萨姆飞弹 来对付我们的黑猫的飞行员 李兰平当然不是第一个被击弱 第一位被击弱的是陈怀 陈怀森 那李兰平的损失 对我们的空军来讲 之所以是一个非常悲伤的事情 是因为他号称王牌飞行员 那李兰平的这个击弱 当然也造成了这个空军士气 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那在陈怀过世之后 跟李兰平过世之后 事实上金国先生都为他们写过专文 那这个李兰平 金国先生正式为他写了一本 小小的书叫做 在平时中求进步 纪念空军中校李兰平 那这本书在民国五三年七月就出版 换句话说 就让他过世没有多久 马上就出版了 那在这里面呢 他也提到 李兰平的最后一封家书里面提到 跟他的妻子提到 他的妻子就是叶秋一女士 就是说 如果有人问起我在哪里 就说不知道 因为这里面是机密 那当然了 金国先生就提到说 他最后一封家书 还在为他的任务保密 那这个是他非常非常难过的事情 那李兰平住在这个建国二村 他住过这个黑毛眷村 那但他过世以后 没有多久 他的妻子就带着孩子 搬出这个眷村 那这个 这个资料是从后来 周保淑将军的回忆里面 找到的 那后来 这个叶秋一女士改嫁 那真正的脱离 跟空军的这个 同僚啊 伴属的这个联络 那台湾有一位 专门追黑猫跟黑蝙蝠的 这个高兴华老师 他是台中医中退休的老师 他后来找到了李兰平的 在大陆 最有可能的这个下葬地点 那后来跟这个 李兰平的公子联络上 但是 后来李兰平的公子 也写了一封信 回给这个高兴华老师 那这封信有登在 高兴华老师的这个 FB上面 那看到这封信 确实是令人非常非常难过 那他有提到就是说 因为当时 他的母亲跟他的继父 等等的问题 所以说就暂时按下来了 那现在李兰平 李宗孝的这个遗骨 是不是 还有机会可以发掘 然后 让他回到台湾 然后可以 安葬在我们的这个 新店的这个空军示范公墓里面 那我们也才真正对得起烈士 那这是我最后的一个呼吁 今天 就 解决于